你好,欢迎来到相帅的彼大金融学课 今天是2019年的1月15日 也是我们相帅金融社群2019年承诺的第一次宏观金融实时分析 我想这堂课的内容可能会对你2019年的很多财富决策都非常的关键 大多数人感到艰难的2018年过去了 2019年到底会是什么状况?经济基本面会好吗? 我们的资产在这么一个情况底下到底应该怎么配置? 这些问题都特别的具体而且戳心 所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要求你必须对2019年做出一个方向性的判断 那么这个方向怎么判断呢? 这就是今天课程里我要跟你讲的 对经济周期进行一些预判和分析的逻辑 关于这个问题你会看到很多复杂的名词 像这种投行券商的报告里爱谈论的 康德拉基耶夫长波周期 朱格拉周期 激庆周期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这些词语除了不明觉历以外 往往你是绕半天以外还是搞不清楚 我到底应该怎么对身边的宏观大事进行判断 然后给自己的资产配置财富管理提供一点决策信心呢? 所以今天呢我通过两点来给你讲这个问题 第一个决定经济周期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呢就是根据这个逻辑我们怎么分析19年的宏观形势 然后确定这一年处于周期的什么位置 首先啊要怎么理解经济周期? 其实你只要能够理解人的生长发育 你就能够理解经济的增长波动 此话怎讲呢? 举个例子啊 如果我们把国家的经济发展比作人的生长的话 美国这种发达国家呢 它就是壮年 各种指标都处在很巅峰的状态 但是呢 生长速度并不是很快 而七八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 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呢 那就是属于青少年 生长速度很快 但是生长的发育过程中间 它不可避免的有高峰和低谷状态 这呢就是经济周期 如果身体都生病发烧了 那就是经济危机了 所以啊一个人难免会碰到很多次的状态起起伏伏 同样的经济体也会在高低起伏中前行 这种高低起伏有没有规律可循呢? 其实呢每个国家 它在每个阶段的规律都会有很大差异 但是综合来看啊 资本或者说资金主导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里边 经济周期和资金的借贷周期 平时呢我们也叫信贷周期 这两个周期中间啊 它存在着一个很强的内深关系 也就是说 信贷金融周期呢 它会决定经济周期 所以我们想要搞清楚经济周期呢 可以从信贷周期入手 好那信贷周期要怎么看呢? 这里边的逻辑并不复杂 你想一下就明白了 工业社会它是依靠规模化生产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的 而规模化生产就必然要求规模资金的投入 这种情况底下呢 光依靠个体的自由资金原始积累呢就不够 所以必须依靠大规模的资金借贷市场 换句话说 信贷的规模会决定社会生产的规模 那信贷规模又是怎么确定呢? 在一个理想的状态底下 它是靠预期 如果咱们大家都觉得现在经济状态比较好 多生产能赚更多的利润 那企业就想干什么呢? 咱企业就肯定想去借钱扩大再生产 而银行也会愿意贷款给企业 因为觉得既安全又回报率高 这样一方面想借一方面想贷 一排即合 信贷的规模呢迅速往上跑 生产也起来了 然后跟着消费也起来了 整个社会就进入了经济繁荣的阶段 然后预期就变得越来越乐观 开始有了更多加杠杆的行为 希望能够利用杠杆将经济繁荣的成果加倍套利 所以随着经济的繁荣 整个社会的杠杆率就会往上跑 而杠杆率的升高就意味着风险在加大 这个时候社会的预期又会逐渐发生的改变 开始从乐观转向悲观 那么这么一来 由乐观预期所支撑的高杠杆呢 就顶不住了 然后银行会开始急着抽贷 企业会忙着收缩生产 整个经济就转入萧条 甚至衰退 你看 这就是一个在资本驱动的经济体中 信贷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 标准的动态交互 但这里你发现没有 咱们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政府调控 在现代国家的运转体系里边 政府的调控呢 是信贷周期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一般来说呢 政府呢 不太能够容忍经济过冷 因为他担心会产生失业这种问题 但是呢 经济过热也不好 因为资产价格飙升 会把贫富差距拉大 所以啊 为了避免这种过度的波动 现代的国家和政府 他会进行一些逆周期的调节 比如说你现在经济太热了 咱们就压一压 怎么压呢 主要是两条途径 一个是提高资金价格 也就是提高利率水平 让大家借贷的热情啊 降下去 另外一个呢 就是减少一点资金的数量 去控一控水 反过来 那如果现在觉得经济太冷了 咱们就反向操作 降低资金价格 提高大家借贷的热情 同时呢 放点水 加大资金投放的数量 每个国家 虽然在具体的举措上 有很多不同 但是这个思路和方式 都是大同小异的 都是通过货币和财政的政策呢 进行逆周期调节 保证一个经济体 以更稳定和健康的步子 向前迈进 调节的好 就叫做成功的宏观调控 那反之呢 也可能造成经济的更大波动 所以从这里 其实你会发现一个 现代信贷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和很多人认知中间 政府和市场的割裂状态不同 实际的经济运行中 政府也就是gobment 它是市场的一个部分 而且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美国的华尔街有一句谚语 叫做Never fire against the Fed 意思是 永远不要和美联储作对 这句话其实就充分说明了 即使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 市场经济体里面 政府的宏观调控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更不要说 咱们中国这么一个 转型的经济体了 好 敲一下黑板 政府的宏观调控 和市场的信贷规模 应该是我们观察和判断 经济周期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那在这个框架底下呢 我们一起来对中国 2019年的宏观形势 做点分析 按照刚才说的逻辑 我们首先要判断 现在 也就是2019年的1月初 1月份 到底是处于经济的一个什么阶段 现在规模怎么样呢 从直观感受上看 你就能感到 这是一个很冷很冷的经济的冬天 好 咱们再来看看具体数据 比如说2018年 全年的GDP增速 现在预估在6.6% 比前一年下降了0.3% 2017年咱们是6.9% 看上去就是0.3% 但是对于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说 这个降幅带来的负效应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知道 咱们中国是一个投资驱动的大国 而投资呢 是增长的主要动力 也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2018年以来 我们一看 国家的整个固定投资完成额 是一路下滑 几乎触达了1999年以来的最低点 全社会的信贷规模也是持续下滑 到达了谷底 那么这些数据告诉你什么 这些数据告诉你 你的直觉非常准确 2018年是一个经济周期下行的年份 2019年初的时候 经济已经很冷了 那对应到我们判断的框架里面 这个时候你想一想 政府的调控会指向哪个方向呢 有聪明的爱抬杠的同学 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老师 咱们不是前些年一直说 要调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吗 要把经济增速给降下来 转向追求质量 不追求数量的经济增长 从长远来讲 这句话完全正确 但是啊 从2019年的情况来看 中国面临着一个 经济的数量增长上的应约数 那就是党在18大文件中 明确强调过的 到2020年年底 中国经济要翻番的目标 这样严肃的大目标 对于党和国家政府来讲 是应约数 在这么一个应约数的底下 我们对政府的调控 就会可以做一些判断了 根据前些年 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 如果我们要完成 2020年经济翻番的目标的话 2019年和2020年 大约要维持 6.2%到6.3%的GDP增速 那么稍微增加一点点安全边际 那应该把这两年 维持在6.4% 6.5%左右 那这就要求什么呢 那你就要求 现在目前的这个冷啊 你是不能再 无限度的持续下去了 所以政府现在需要着手 进行逆周期调控 你肯定能理解 这要有个反应时间 那同样的 宏观政策 它也是有反应期 和效果强弱问题的 所以面对现在非常冷的 这么一个经济周期 还有保增长的目标压力呢 政府的逆周期调控 就应该要启动了 那还是有同学会一律从深 说老师 政府会不会没有意识到 这个冷 不进行调控呢 我花了一点时间 稍微梳理了 2018年12月以来 政府出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在一个半月不到的时间里 大概有将近20项 比较大的政策出台 都指向更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比如说将低存款准备金率 为市场释放千亿级的资金 比如说发改委 同意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呢 财政部加大减税的力度 还有同时很多城市 在房地产的政策上 也在边际上 在一点一点的放松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也是今天说的重点 这个意味着 我们的政策 从2017年 斩钉截铁的宏观紧缩 已经转为更温和的 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但是呢 这一次的转向呢 有点像那种润物细无深的方式进行的 所以证明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在提高 他们是希望不要进行那种 大水漫灌式的手段 让经济一下子从旱灾 转向烙灾 而希望是渗透式的 但是这个基调是非常清晰的 大概率2019年 会呈现出一个宏观上 比较宽松的局面 好 我们现在再套用前面 经济周期决定因素的逻辑 做一点点推演 在这么一个宏观政策转向的点上 也就是说 信贷周期已经出现了拐点 水量逐渐从干涸转为充沛 那么按照周期运行的原则 接下来的经济周期呢 也会出现拐点 对于2019年的整个形式呢 我可以套用一句比较烂俗的诗歌 那就是冬天已经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好 在这么一个基调底下 我想你今年全年的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呢 应该就有了更强的方向性 好 和平时一样 还是要给你留下一道 比较有意思的思考题 今天我们其实讲到经济周期怎么判断 很多同学其实是有体感的 只是呢 你们平时体感没有把它放到一个宏观框架底下来理解 因为经济周期对每个人的行业冲击力度 冲击时间是不太一样的 你如果在不同的行业 或者说你投资的是不同的行业的话 你对经济周期 你要做出反应的时间和速度是不一样的 好 我想呢 请你结合今天的这么一个框架 再想一想自己所在的行业 谈一谈你所在的行业 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有多大 体现在哪些方面 如果能够举出这种你行业里面 或者你自己身边的例子就更好了 希望你呢 能够把你的思考放在留言区 跟我们所有的同学一块分享 然后呢 也让我们更多的同学看到更多的行业 是怎么样受到经济周期影响的 这呢 就是我们2019年相帅的北大金融学课 也是相帅的金融社群的第一堂课 希望呢 对你全年的这么一个资产安排和配置呢 会有一点点作用 最后呢 要提醒你一句 也就是今年以后的每次更新 我都会把本堂课涉及的 我们课程里以前的知识点呢 给你列出来 方便你以后边学习边复习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你如果要进行复习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文稿呢 查看相关的知识点 这里是相帅的北大金融学课 帮你站在高处 重新理解财富 我们下堂课再见